民述记 第十一章 百姓发怨言 恶言传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 就怒气发作 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烧毁营的外围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 火就熄了 那地方就叫做他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 曾在他们中间焚烧 他们中间的咸杂人 动了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在哭着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可以吃鱼 还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我们的精力枯干了 除了这玛纳以外 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玛纳好像圆锐子 看上去如同树枝的样子 百姓四处走动捡取玛纳 把它用墨磨碎或用臼倒成粉 在锅中煮了 做成饼 滋味好像油烤饼的滋味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 玛纳也随着降下 摩西听见百姓家家户户 在帐篷门口哀哭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 摩西看了也不高兴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众百姓的担子 夹在我身上呢 这众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婴孩 一直抱到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土地去 我从哪里拿肉给这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着说 给我们肉吃 我不能独自带领这众百姓 这对我太沉重了 如果你这样带我 倒不如立刻把我杀了吧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不要让我再受这样的苦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为我召集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认识 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 领他们到会幕 使他们和你一同站在那里 我要在那里降临 与你说话 把降给你的灵分给他们 他们就和你分担带领百姓的担子 免得你独自承担 你要对百姓说 你们要为了明天 使自己分别为圣 你们将有肉吃 因为你们哭着说 谁给我们肉吃 我们在埃及多么好 这声音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 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只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而是整整一个月 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 使你们厌恶 因为你们厌弃那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着说 我们为何出埃及呢 摩西说 跟我在一起的百姓 步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把肉赐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整整吃一个月 难道 载了羊群牛群就够给他们吗 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捕来 就够给他们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膀壁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你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出去 把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 并从百姓的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来 叫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给他的灵分给那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说预言 以后却没有再说了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登记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一个年轻人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和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难的儿子约书亚 年轻时就做摩西的助手 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吗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回到营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回去了 有一阵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鞍春从海上刮来 散落在营地和周围 一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另一边也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二周 百姓起来 整天整夜 甚至次日一整天都在捕捉鞍春 每人至少捉到十赫梅尔 各自摆在营的四围 但肉在他们牙间还未咀嚼时 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 用极重的灾祸击杀百姓 那地方就叫基伯罗 哈塔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贪欲的百姓 百姓从基伯罗 哈塔瓦启程 到哈喜路 就住在哈喜路 Vatican X-Lan 中achten 白姓 Previously 全面 液声 槽